平洞的小琉球也受到了台风的影响 他们的海面风浪也过大 交通船是没有办法停靠在原本的白沙渔港的 就只能转停在大幅渔港上 而加上这个小琉球目前是禁止水上活动的 原本在小琉球的旅客全部急着返台 小琉球搭船码头挤满了要搭船的游客 长长的队伍像是看不到镜头 人潮也延伸到了码头外的大马路上 机车汽车把整条路挤得水泄不通 几乎动弹不得 小琉球二号出现游客抢着回台的盛况 主要原因是受到台风影响 小琉球的风浪加大 也全面禁止水上活动 加上交通船有两间业者从下午开始停航 不少游客于是选择提早返回台湾 原本就不大的大幅渔港出现塞爆盛况 原本来会是让我们才回来 对 但是因为就是台风的关系 所以变成整搭现在这个 担心晚一点没有船 本来打算下来 可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船公司说最晚的航班11点半 对 所以我们就提前回来 明明是周末前夕 小琉球却是空空荡荡 花平沿海边只见零星游客 站在娇岩上拍照合影 台风外围环流时的小琉球 北岸风浪变大 旅速业者表示 游客临时退订住宿 或是订房延期的比率高达六成 海面上也出现巨浪导致交通船 无法停靠白沙码头 只能转停在大浮渔港 但东港这边的码头 仍然由游客不为风雨 坚持行程照走 有一些景点应该不一定能去 主要是要去海边嘛 去小琉球 主要是玩水上活动嘛 到处看一下 今年第一个发布警报的台风 尽管距离屏东很远 但带来的风浪 还是影响到小琉球的观光 记者林安平 评论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